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一顶历史,说到清朝十二帝最有作为的皇帝,很多人就会想到乾隆和康熙,其实雍正也是很有作为的,雍正在位仅13年,而其父康熙在位61年,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,其子乾隆在位60年,还掌握十全,当了三年太上皇,相比而言,雍正在位的13年的确是太短了,关于雍正的死因一直是个谜, 据史书记载,雍正皇帝的死是很突然的,竞尘张廷玉在白天还被他召见,没想到夜里宫里突然传出消息,雍正皇帝龙兵天了 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,雍正登基的时候虽然年纪算不上年轻,但是身体很好,直到五年之后才出现各种病症 自那以后,雍正就特别的注重养生,并命官员在民间寻访名医,道士,可见雍正是特别关注自己身体的,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, 有不少人指责雍正贪酒好色,但其实雍正对酒色是敬而远之的,单酒这一项,雍正自己就说过不慎饮酒,有官员给他献酒,他特地说不可多献,从来不慎饮酒,原为刺人吻儿的,而且雍正继位之后后宫少有新人,他后宫的人数比起前后的帝王可以说是很少了,因此说雍正贪图酒色,因为酒色而死的说法明显看不住,雍正为何突然就报道, 雍正死亡原因是四个字,中毒而亡,就是吃了太多有毒丹药,雍正是一位职业皇帝,甚至可以用疯狂来形容,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,竟然写下了一千多万字,相当于每天要写三千字,要注意雍正可是用毛笔来写,疯不疯狂,如此高强度的工作,雍正吃点丹药来提神,无可厚非。 另外,古代皇帝一直想长生不老,雍正也不例外,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。